我们的朋友变天下 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系列报道 外国政党眼中的中国共产党 今天我们对话的嘉宾是 泰国民主党前主席 前政府总理阿批石 危诈吉瓦 阿批石生于1964年 1992年步入政坛 作为泰国民主党候选人 当选下议员 先后担任过总理府发言人 国会下议员教育委员会主席 总理府部长 加入泰国民主党之后 阿批石还担任过民主党发言人 并于1999年任民主党副主席 2005年任党主席 是民主党历史上最年轻的党主席 2008年12月 阿批石在国会下议员 举行的总理选举中 当选第27任总理 当年44岁的他 成为了泰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 阿批石曾经多次 以总理或民主党主席身份访华 中国崭新的面貌 让阿批石印象深刻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因为中国包罗万象 我必须说 我每一次去中国的行程都很愉快 体验到了中国的多元化 我参观过安阳的古迹 也参观过上海的磁悬浮列车 那时磁悬浮列车还是最新的技术 我去过上海中心大厦 长城等 这些地方都让人印象深刻 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没有拿两次参观是一样的 中国一直在进步 每次我去中国都会看到中国的变化 发展和进步 同时能亲眼感受到极具中国特色的事物 泰国民主党成立于1946年 是泰国历史最悠久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与泰国民主党 于2000年4月正式建立关系 此后高层交往密切 2020年疫情爆发之后 该党主席朱林 前党主席阿批石等领导人 分别向中国共产党发来慰问函 面对疫情考验 中泰两国始终风雨同舟 守望相助 今年早些时候 泰国遭遇了一波严重的疫情 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疫苗 作为紧急使用 科兴疫苗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 因为这是我们收到的第一批疫苗 这批疫苗主要用于医务人员和高风险人群 我们即将开始新一轮的疫苗分发 6月将会有更多 泰国政府表示 今年年底将有多达70%的人群注射疫苗 我认为如果疫苗实现公平分享 世界将变得更好 我敦促一些囤积疫苗的发达国家 将疫苗分享给发展中国家 因为这是一场全球卷入的疫情 没有国家能独善其身 农村人口脱贫问题 是中泰两国政府都非常重视的问题 在今年的2月25日 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宣告 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愿景 在实现减贫目标之后 中国将实现其他的经济发展 这是很有趣的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前进的经验 非常令人赞叹 我们希望从中学习 我们都知道 过去的20年中 中国实现了大幅度的经济增长 重要的是也让人们摆脱贫困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取得这些成就 需要很多细致的规划和实施 并不断从民众那里获得反馈 政策才能如此行之有效 首先祝贺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 也祝贺一百年以来 中国取得的非凡成就 过去的一百年 世界经历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气候变化问题以及新冠疫情 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尤其是我们一直提到的 中国让数亿人摆脱贫困 在国际舞台上 得益于中国的经济影响力 中国维护多边主义 助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主张 非常重要 我们期待着下一个百年 与中国共产党继续成功合作 就像刚刚过去的一百年那样 感谢您 Mr.Pizzi